請馬部長 部長好 部長 你這麼認真的一個閣員 但是在交通部有一個 排名有一個第一名 但是跟你的認真 實在是不太相符 因為根據我們審計部 一百年中央政府總結算的審核報告裡面 公路建設或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不當 整個我們國家交通部的 整個政府的國家賠償成立的案件在一百年度 最高的比例是交通部 總共有四十一件在我們中央政府的比例的百分之五十三點二五 那其中交通部所主管的這個公路總局 又佔了百分之八十二點九三 整個國家的政府 是不是請局長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這裡面國賠的案件 我們歷年來已經逐年在降低當中 那最主要是他兩個部分 一百年還是最高逐年降低 這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這個 因為災害所產生的這些賠償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像路平相關的 那這部分我們也持續在做相關的這個路容相關的整理 我們判決國家賠償這個最主要的有三大理由 第一個是道路不平或坑洞 第二個是警告標誌為設置或設計設置不足 第三個是道路巡查及養護為弱使 這是三大項目 我們會從這個制度面來改進 然後再加強巡查的部分來改進 這部分我們每個禮拜都在盯 對 我以路平來講 像本期長長走的台九線部分 就是湘南道金輪這個路段 有空你們要請負責人去走 現在是我們在做坐順一樣 那個波浪 那個路況整個是像坐順一樣 那個部分 我好幾次想停下來 那個路比較小停下來又危險 不過那個路況真的是 對 那個是下面的一些基礎 要去整個再去做改善 那我也跟委員報告 台東地區我大概至少兩個月去跑一趟 這部分我們再來持續努力 這部分 部長我們要請局裡面 公路總局裡面針對幾個這三大的缺失 包括道路不平或坑洞 還有警告標誌未設置或設置不足 及道路巡查及養護未落實 這三大部分要來加以改善 特別是最基本的路平的部分 我們要要求這個 相關單位包括承包商 我們應該要 小缺失的部分應該隨報 誰能夠來修理 是是是 那另外 部長 部長我們在部裡面的網站裡面 交通安全入口網裡面 關於 路平等等有些通報的系統 但是對 如果 如果這個 人民 人民因為這些道路上的設施 遭受到傷害的時候 但是沒有一個 沒有教導人民如何救濟的這樣一個管道 我們是在網站裡面也應該要來 網站的部分 跟網人報告 我們現在 你只有交導 你只有告訴人民說如果這個有路平 你要去哪裡申報等等 是 沒有說 沒有說萬一如果發生傷害或是 事實上那些管道都可以來救救濟的一個窗口 好 另外 這也跟我們公路總局有關係了 部長 我們在台九線速化公路三區路段改善計畫 那整個是 這個工程目前正在施工當中了 我們公路總局也把它列為是一個模範的工程 包括對環境的尊重 包括跟民間團體的溝通 但是部長我們在這裡 民間團體一再的要求 因為我們根據這整個環評計畫裡面 我們要設置一個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那根據我們設設定條件的 要點的第四條裡面 第四點裡面規定本小組的成員應該要設17個人 那其中民間團體代表是2人 那專家學者是8人 那這過程當中會包括跟公路總局也一再的來溝通 因為民間的相關的學者或環保團體一再的提出要求說 第一個要求我們希望能夠 他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民間團體的代表人數給提高 第二個關於學者專家 這部分我們也希望民間團體能夠來推薦 但是我們公路總局在這部分一直沒有很明確的回應 跟委員報告 這個監督小組是配合環保署的 我們在這個環評的審查過程當中必須要來設置 那麼這個組成啊 我們完全在部跟署的這個指導底下來組成 當然各界對這個組成的委員有各種不同意見 我們在明年的三月份會進行第二屆的改組 到時候我們會再來邀請大家來推薦 我們再來組成新的這個監督小組 我們這個既然立委是一個模範的 那我在是不是再讓我一小段的報告 事實上這個蘇花改的工程啊 歡迎各界來監督 那麼除了這個小組以外 你像這個副縣長他也組成了一個所謂的他的監督小組 前幾天也來看過 所以我們各界我們也跟這個蘇花改工程術說 要廣邀包括很多的這個委員還有這個相關的團體 那定期不定期的就到我們的這個工地來看 然後或者是我們去跟他說明 所以所有的監督呢 並不是只有在這個監督小組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就是說 將來組成我們請大家來推薦 任何一個工程當然我們都是受全民監督 不過那是理論上 我們來講說這個監督小組是根據我們環評裡面的要求所設立 這種是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小組 那我認為說我們現在既然強調這是一個模範的工程 那我們也強調要跟民眾有一個良好的溝通 也讓我們把這整個工程能夠再透明化 那我認為說這個民間這樣的民間組織這樣的要求 不會過分 而且我們從現在這整個工程進行到現在看起來 我們民間的這些 我們民間的人事環境團體跟我們施工單位 事實上也沒有任何的不愉快 我聽起來這樣目前也這樣不愉快 所以大家很希望只有在一個共同目標上 我們需要一個平衡點 所以我們認為他們這樣的要求是不為過 你說明年3月他要研究 本席記得 因為明年3月要改強 本席記得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在今年的4月份 4月份或5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 總局裡面相關人事已經 已經我們已經延伤過了 對 那當時的決定大家同意 在新的這個委員要定任的時候再來改組 那我相信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也應該有一個定案有一個方向 你在這應該可以回答本席說 好的我們是目前要怎麼去做 明年3月在我辦公室談那麼久 你們也沒有一個定論 那我們就是在3月以前 我們會邀請大家來推薦委員 來共同 我們會考慮的 我們會員 我們可以選擇 那一塊 我們會來講 相信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這個問題 我們會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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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